哇,你看,这边什么情况 好多这个鱼啊 这边有好多漂亮的五角星呢 你看,小海星上线了 是不是挺漂亮的 漂亮 很硬哦,这几只 你看 哇塞 看这个小树角生出来了 这只应该生开会挺大的 颜色也很漂亮 这边好几只呢,咱都输了给它 小海星上货 这一只 五角星 好漂亮的 做了啊 试试一下,我们发发看吧 哇,这下面有八导鱼 八导鱼什么情况 这个长腿 这个长腿已经钻这个石缝中间了 你看,还想凤厉的爬呀 就是 上货啊 这个,这只什么情况 这只大的在这里 绵绵的 看,腿也伸展开了 腿倒是挺长的 这一只啊 也可以说了 带着啊 哇,你看啊,这边什么情况 好多这个鱼啊 刚刚四定这个排水口一开始放鱼了 你看 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一个比目鱼的一种 哇,这种鱼特别适合油间 这两面皮一丝 见着吃可好吃了 都嘎了 死了 你看看那边 就是排水口放水的 带回家吧 放出来好多呀 这只能吃吗 能吃吧 这么死这么大片 但是你放的吧 我也不知道 老板 老板 老板有苦云了 有 有的时候换水 也会放出来一些 他们不要的 带带都嘎的呀 咋了哈 这都死了 没有一条锅子 嗯 这是这个 这谁敢吃 高雅是吧 嗯 高雅 这边不都是吃这个炸高雅 死鱼 回家先让你吃尝哈 不行,我头不到 我这个鱼个头不大 太小了 你看这边还有个这样的 这是什么品种呢 你看眼睛长那一侧的比目鱼啊 太小了 这种鱼本来也不好活 这种鱼本来也不好活 瘦了吧 带着回家看看能不能吃 太多了 主要是 裹个鸡蛋叶炸一下 不然还行啊 是不是 这话说的跟鸡蛋叶是结药似的 我给你吃 我给你吃 哦呦,你看这下面都吃了 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 多熟了 我看有问题 我鸡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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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孔农蛋叶都没用 怎么是你不想吃呗 你看这边还有一条蛇踏鱼 嗯 多好呀 老多只了 这种鱼本来也不是长的 小比目鱼 都吃了 你看一大桶啊 是啊 你看那边爬着狗 可能是抱歉的 这个主要想我们看看啊 哦,下面好几只鱼 它挺大只的 哇 这种大长腿 哦呦 这个好 这个都是铁活的 你看 八爪一上货 太活跃了 下面还有 哎呀黑 哇 它们就是喜欢抱着石块 不知道它们咋想 也不知道累不累 你看 又两只 八爪一上货了 这边这个十分钟间啊 已经扭了半天了 怎么了 这里 有一只海生 夹在这个缝隙当中 哦 哎呀黑 哦,它已经进去了 你也出去吧 哎呀好 哦,出来了你看 我弄坏了 不是我弄坏的 它主要是钻进去了 你看这里都压扁了 很好 这一只硬邦邦的 这只大海生 可以哦 输了 哎,你看这边这边还有只海胆 哎呦,这这边 哎呦 小海胆 好漂亮,好可爱的小海胆 是啊 它这个刺在动 能看到吧 嗯 能拍出来它这个刺在微微的一张一合的吗 嗯 我能看出来它的刺 就这样在动的 嗯,微微的动 好漂亮哦 这也带着回家给孩子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来赶海了哦 终于出太阳了 今天的天气还比较暖和 走吧,我们下去看看 看今天能说过什么 今天从第一视角让大家看看啊 我抓海线的经过 今天是自拍的 这这边发现了一只摩扬螺 哎嘿 哎呦,不动了怎么 推出个小土包怎么不动了 拿出来,让它看一下 哇塞 这个肉还是很饱满的 捏出来吧 哈 很过瘾啊 这第一次自己拍摄 还不大会弄 就这么找着啊 用这个相机 来回找一找 哦,这边又一个 看 哦,这个小沙包 圆鼓鼓的 看到没有 这种就很好 方便了 一般 就是来沙滩啊 像这种鼓包 都得要翻开看看呀 是有货的呀 哇 嘿 嘿,哥们 你这次做的真快 这一只啊 哇 又一只摩扬螺 还可以啊 带着它 养只了 这边 看到没有 还露着只小屁股 这只再来晚了的话 可能就 找不到了 我们 把它挖出来 哎呀 呦 这只也不小啊 这东西啊 钻啥也很快 有多之后啊 抓的时候 感觉上它钻的速度 好 说了 看着前面 张着小红嘴的是啥呀 这是一只雪嘎啊 哎呀 不敢用手伸进去 哦,闭上了 看没有 这是还不小的样子 哇,把它挖出来 哇 大哦 个头大不大 一只手掌心那么大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来吧 上头那边 这桶都倒了 啊 再去找找别的 咱们石块这边放放石头找一找 看这边是不是一只巴掌鱼啊 哎呦 这只短腿的 握起来的握 我差点查到它 哦 这下面还有一只海葵 看到没有 很漂亮 包打鱼 吸得好紧啊 来来来出来 哦,这只好漂亮 又很大 真是不错啊 哎 这单只手弄 还确实有点不大方便了 抓住它 来,放桶里面 这些石块 咱们都翻翻看啊 看 还有没有货了 大家觉得这种 第一视角看的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啊 我就看按按照大家的喜好来 哇 哦 翻出来一只什么 包打鱼 直接被我拴出来了 哇 这实在 有点抱歉啊 这因为自己拍摄吧 这多少有点不方便 哦 这只也不小的 来来来,放桶里面 就这边走着啊 一边找着 看这些水坑里面 哎呦 哎呦 螃蟹螃蟹 一只花盖 哇,这只鸽头不小呀 来了 具体它大钳子 还这只母的 这只可以哦 嘿嘿嘿 倒过来 倒过来 哇,这只还很漂亮呢 可以,咱给它放到桶里面待着了 看到这底下有一只可爱的小爪子没有 啊 又是一只花盖蟹 跑出来 嘿嘿嘿 夹得很紧 出来出来 怎么是 还想给我叫一下手啊 出来出来 哎,出来了 出来了 哎呦,这只 个头也不小的 哈哈哈哈 好久没抓到这么大的螃蟹了 也算不错了啊 这个季节的螃蟹啊 七八十块钱一斤 抓两只 天呐 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扇贝吗 好大呀 它张着嘴巴 我真的很好奇想试一试 这什么嘴巴 哦,夹住我了 这里面 它这个,哇 啊,用力了 用力了 哇塞 它这里面这个柱真的好大呀 它这个摇柱 啊,它一直太用力 我的妈,夹住我了 快快快,松口 松口,松口,松口 甩都甩不下来 哇 下来了 给它看一下 这么大的扇贝啊 哇 这个做个涮容讽刺的 多好吃啊 好快流着 这上面还有一个藤壶 真的特别的大 比我手还要大 看 好快带回家 尝尝味道怎么样 呦,这边又一个 这个感觉有点缺口 感觉稍微有一点点 受伤了 这个感觉 哇,夹流血了 这 我被山被夹流血了 我这刚刚觉得疼 但是也没觉得 也不至于到流血那么疼 天啊 哇塞 这这说出去 真的 都不会有人相信吧 这只也好大 我不嘚瑟了 哈哈 啊,这两个好大 挖一挖挖 是有蛤蜊 你看 这下方还不少喝呢 哎呦,这一窝不少 哇,这海水太冷了太冷了 今天好冷啊 先往一边 这里过年真的是天气越来越冷 果然是个寒冬啊 一点的不少 哎呦,这一窝不少呢 我看到这一窝下面也不爽啊 上面一定露出来了 你看 这些扣都能扣出来 看到没有 这些蛤蜊 都可肥了 这边还有 看 这东西一般都是巨堆的繁殖 上面 看一扣一个 这扣蛤蜊的感觉还很爽 扎一扎吧 你看我都能感觉到 哇,这碰撞上 全部都是蛤蜊 哇,这只好大 看 这只最大了啊 是不是妈妈呀 这些是宝宝吧 咱都给带着 看 一刨都爬上来了 哇 这都是 哇 又好几只 真是找到家族了 这有点过瘾了 哎呀 没有力气了 这天气冷啊 手上不得劲 实在是冷 看要是没有了 嘿 来,先把这些收了 哇 这也够多的了 不少不少 哇 手要握不住了 太冷了 哎呀 把水里面都稍微吸一吸 带着 这边还有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 看两窝这么多 真的是够了 你看一下 这边是一只短铁巴掌鱼 带着好可爱哦 你看 这个腿撕下来 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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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一个刷包上面 哎呦 好大个猫蛳 看 这边没水 就不吸了 先放到里面那儿的吧 这边又一个 这 猫蛳 这个给洗干净 但是也不小的 咱们也给靠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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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花转 有时候要老吃最多的 看 这个 看 这个 这好大的龙虾 大龙虾 哎呦 活的 这个不小呀 挺大的 回家可以给孩子做个 给孩子做个家族 可以做好的啊 哇 这样发展了 好久没见到这么大的大龙虾了 哎呦 天气冷啊 看一下行为一条鱼哦 游戏来了 我试着用这个打起岩的 看能不能起 哎呦 可以啊 一条沙光鱼 哦 太冷了 我真的手啊 真的不想再下水了 哎呀 天气冷了 寒线也好抓了 放到股里面 打点水 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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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看啊 这边这边 又一条沙光鱼 这是 虚感的好 哎 又夹住了 哈哈 这一只 也夹住了 从那边 前面又一只 哦 这只好看啊 一条沙光鱼 哎呦 哈哈 这只 有的太快了 停停停停停 没有了 这得上手了 这就感觉有点弄不住了 哇 这一条最大了 看这条沙光鱼 尤其特别的漂亮哦 带着带着 有有有有 哇 说明就是粘液 太快了 嘿嘿嘿 别跑了 别跑了 来了啊 给它放到股里面 今天气氛了呦 太冷了 呀 我想打点水 把他们都放了 啊 不打点水 弄不好活呀 这大笔虾 一定要保护好了 回家给儿子吃 走吧 咱们再去看一看 这边有一个 看 这个口都张开了 天气太冷了啊 今天风特别的大 先带着吧 特别的冷 前面还有一个 这边这边还是看一眼 你看 哇 感觉很肥的样子 真是很大 这边 这个脚都碎了 哎呀 都不想动手了 太冷了 里面的肉都是鲜活的 里面的肉都是鲜活的 这个是鲜 这个是小鲜活 你给它带着吧 都是呀 你看 好多 这边又一个 看到里面的肉了吗 好多 这边有一个 好多 好多 哦 哦 这边有一个 好像又不是那 你看 你看它刺水的方 这个不是带的 我看看会是吧 说不定这种里面有珍珠啊 这里面有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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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么开手 还用的那个刀子 给它打开看 这太冷了 水有点 冻了都要拿不过东西 好多 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有珍珠 哦 好爽呀 看这是珍珠梦 哇 还有一块肉 这里的珍珠红色的 好漂亮啊 你看 大家可以穿着一个珍珠手串 珍珠项链都可以 哇 这种的珍珠 它进到了一个珍珠 哇 看到了 我现在回家把他们洗出来 我再去捡一些 它也没有蛋的了 这个珍珠 这个珍珠 这个珠蛮好 咱俩带了 它已经热了 哇 这个珠蛮好 这个珠蛮等着 这个珠蛮的 这个珠蛮 depict 暴度 啊 嗯 虽然冷淡的 也urf的了 这个夹不起来了 好沉 这边有一个 好大 差不多我要拎不到了 这一个鱼鱼小 鱼鱼有点碎 这也是个带子 先带着吧 回家把肉刻出来 这边还有一个毛鱼 毛鱼鱼鱼鱼也可以的 再给它放着吧 那好几个呀 早不快捡吧 不要 放嘴了 快点捡吧 早上回家了 早上回家了 这天太冷了 这边 这边 走走 快点捡吧 你看这小卧山还没卧进去 这里有个小沙包已经慢慢的推起来了 就没有发现 今天 难喊真的是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小张是主要简陋级别的 捏着小喷泉 刺激了 好玩 你们想不想来玩一玩 放寒假了 大家可以来海边走一走 放松一下心情 这招的旺洋寮真的是 太开心了 主要是可爱又好玩 还好吃呢 走吧 换着我一起去看看 看这边这写杆 隔头不小的样子 出来见一面吧 哇 你看这个骨包 整个都翘起来 隔头不错 哎呀 这里没有水 先带着吧 来 跟旺洋寮在一块 这没有做长过 又一个 这个沙灘的孤帽估计不少 哎呦有有有有有有有 咱也给它带着了 看这个隔头 瘦的过不过癮 带着 咱们继续找一找啊 这些水泡里面 就是藏蟹和包藻鱼 呦 看 这边这个古包 又一只鞋的 哇 今天的个头都不小呀 这只可大了 哇 握起来一拳头这么大 看 真的不错 是不是啊 这么东西啊 贝类是越大的越肥 越大的越值钱 这是莫雅罗什么情况 大舌头往前揍着呢 你看 他可能想砖杀 这边砖不进去 没够到土吧 没够到杀 你看 弄一弄肉又缩回去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 是不是等待我的呀 哦 看这个饱满的肉呀 皮肤也是 吹痰可破呢 来来来 来来来 哦 哎呀 这劲肚子大了 这一下子冲出去吃出来水 被我脸上了 这坏东西 啊 过瘦了 先给我戴着帽子 啊 这衣服袖子也很脏了 走吧 我在畅里面看一看 不是 我看 我发现这还是 咱们仔细观察一下 他还在爬 还在蠕动呢 有没有 能看清楚吧 放近一点 放近一点看 他一直在动着 其实 哎呦 这个刺身哎 拿出来 他这个刺 特别好 哎呀 这只颗头不小的 好长啊 是个大高个儿 你看 他的嘴巴好像是在这里 哦呦 冬天的时候 刺身就要抓紧 他这个 这个海上翘一下的话 他会自己从嘴里 把他的肚肠啊 全部都排泄出来 就是等于去装死 为了保护自己 然后他自己 会再长出他的那架骨头头 特别一下小专事啊 看他说了 哎呦 刚才发现这个水坑里面一刀鱼 还在游的 真的没有 哎呦 这鱼还不小 鱼起来了呦 这水浅 还是比较好抓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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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说这水浅 这鱼好抓 没水哦 嘿嘿 抓住了 太滑了 哇这只鱼 好大呀 哎呦 这只鱼大得好轻松 看 个头也不小的哈 就是冬天了 他们都不大动 你看 一步伤一步伤了 个头不小了 我给他收了啊 到洞里面 伸一只不让鱼一抱 看 身上还有半蚊一样 呦呦呦 个头还可以哦 看他不上什么 夹子把他直接抓起来 收了啊 这边 又一只巴掌鱼 哎呦 这只感觉大一点了 不用手来抓你了 哦 这只大 开花了 你看 上面这么多的锡盘 变色了 哦 这个大脑袋呀 收了收了 要偷没啊 他要封闭没制的那种感觉 脑袋整个鼓起来了 小心一点 这是我今天上午 表海收获的这个扇贝 我这个手啊 你看这边就是被他夹破的一个大口的 这会死了吗 哎 哎呦 脏了 我都不买啊 吓死我了 看上去死了 因为这现在家里 路路比较高啊 所以说可能缺点死掉了 还有两只螃蟹 哎呦 螃蟹还活着 你看 花盖一块儿蒸了啊 然后这个扇贝做个 蒜蓉粉丝成扇贝 开火 然后这是赶海收获的两个海胆啊 咱们今天就不煮了 打算刺身一下 看好不好吃 这边还有两只这个长腿的包长鱼 一会煮一下 剥头 现在由大哥啊 把我这个海胆切开 应该得挺费劲的 剪开里面应该是有黄的 看这个三枚肉 是不是特别的大 哇塞 这个就打理好了 把这个盖拿下来 这里面是啥呀 怎么都是汤啊 没有肉吗 有 在两边 一会尝尝啊 这里还有这个两只长腿包长鱼啊 咱们等这个锅开 下进去 哎呀这个腿太长了还在外面 进去吧 得煮三分钟 这边的长腿包长鱼熟了 看怎么样 大长腿啊 好烫啊 哇两只锅盆了 你看 其实切的辣炒也不错 白煮吧 圆周圆味的味道 这个大山被熟了 我们在上面放点这个粉丝啊 这边也放上一点 接下来我们炒个这个蒜蓉酱啊 油热以后把蒜蓉放进去 加点香油 香脆的来一点 来点蚝油 搅拌一下 这个很简单 再放点辣椒在里面炒一下 让辣辣的更好吃 好关火 接下来把炒好的蒜蓉酱 淋到这个扇胃上 感觉好诱人啊 想吃吗你们 老对句啊 海鲜在我这里都是点心 这才是我的主食 又叫乱买 这个排骨米饭 这个排骨 哇 怎么样 好大块啊 有没有很诱人 然后这是一份米饭 这我每天吃的是有点丰盛了啊 因为确实每天很辛苦呢 先吃个这个蒜蓉粉丝蒸山背吧 这个我跟大哥用一个吧 我先吃一个 大哥先拍着啊 不要馋哦 拌一下这个粉丝 嗯 嗯 可以说是一级鲜美的 看正大的扇贝 带黄 这是什么生鲜的味道 超好吃 看这大备注 是不是就你咬了我 是不是就是你 嗯 拉丝 酱酱酱酱 超好吃 好香 反甜 新鲜的韩鲜都反甜 粉丝就是精华 我炒豆虾真的超好吃 来盒米饭 大骨痛 陈生鲜 尝尝这个海胆自身啊 这个海胆能好吃吗 你看哦这里面确实有黄哎 一粒一粒的 跟那个鱼籽似的 怎么 心里面有点抵触 看到吗 告诉大家什么味道 跟鼻涕一样 泥泥了 新鲜的甜甜的 也不难吃 但是我不喜欢 其实味道还行 你看这些一粒一粒的 挺鲜的 好像那种 热料餐厅很多 这个都没有了 他说我不会弄了 好这里面你看这个大 哇 这就是一个大块的韩奶肉了 鲜甜鲜甜的 入口即化 还行 吃第二口感觉比第一口好吃 咱们吃个这个包涨鱼吧 看上面筋似的 哎呦 大米哎 他有点没煮熟呢 好漂亮 啊 最贵啊 这里面都是一粒一粒的都是小包涨鱼 嗯 嗯 上面还有黄 很鲜哦 如果煮透的话就是那个大米白色的 它有点透明的 很漂亮 嗯 包涨鱼的腿好脆 真好吃 嗯 大哥馋不馋 想不想吃 这两天收获的那个大的巨型八爪鱼 嗯 真的超级的大 我放到冰箱里面冻了两天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吃啊 看这个细盘都这么大 都是沙耶 还得洗一洗 咱们把它放到水里面先煮一下啊 拿出比较最大的这个大锅了 总要得煮个二三十分钟吧 盖上锅盖 煮了足够有二十分钟啊 你看 哇 这个大包涨鱼 这个大头 都不知道该怎么吃它了 先把它盛出来吧 家里也没有那么大的碗 哇 太重了 放到这个锅里面吧 哇 真的好大呀 好大的碗 调料我们就调点酱油 挤点芥末就可以了啊 包涨鱼刚刚凉了一下啊 把他的腿接下来 哇塞 真的好粗啊 怎么吃是好呀 就直接这么拿着吃吧 这一个腿就那么粗了 蘸你这个芥末和酱油 嗯 嗯 哇 好吃啊 好肥啊 好吃的口感也不错 这不配的刚刚好 也不会很呲名的 你们这一块那个肉好像牛肉 在口里面 嗯 看这里面那个肉就好像那个蟹腿那个肉 真的 哈拉丝 嗯好好吃啊 切片然后炒的应该也很不错 哦这一小匙能把我吃饱了 在外面那个皮啊稍微就是 有点 拉扯不动 里面那是真的好好吃 嗯 看这个锡盘 很脆 锡盘很脆 把皮撕下来吗 这皮就是这种很筋道的 但这个肉这块真的很好吃 跟肉一样 好肥啊 咱们把这个脑袋剪下来看看 哇 这里面都是黄啊 我的天啊 别看到它颜色有点恶心 但是这个黄特别的鲜 都流出来了 把它剪开看看 这个腰里有大米的话那太酷了 没有大米 这是大米吗 这是什么 这一块是什么 这么多的黄牛的真的是太可惜了 哇 真的是特别的鲜 咱们这个头啊 这么大一部我抱头了 把它剪下来几片 蘸着这个 芥末吃 说实话这个头部啊 没有那个腿部好吃 这个皮是有点老 还是怎么的 因为你抓不动 可以把它那个皮 那个就是把它撕掉 切成片 炒着吃 下面条 蒜火锅 烤着吃应该也不错 我得多想几种吃法 观众们白煮吃是吃不出它这个灵魂的 这个爆炸鱼的这个牙齿的很大吧 我把它剪开看看 好多人都不知道爆炸鱼牙齿长什么样 这个大的应该能一下子能看清楚 我把它剪开 哇塞 这个大 这里面还是有点烫 有点被我剪碎了 这就是它那个牙齿 很尖也会咬人的哦 这个很深啊 我慢慢的把这个牙齿扣出来 然后这个爆炸鱼太大了 我家里也吃不完 这个我儿子被我婆婆带回老家了吗 今天下午去接他 把这个大爆炸鱼拿回老家 让我婆婆做的 然后炒着吃还是做汤什么的 切片凉拌都可以 然后再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啊 然后再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啊 这么大的一只啊 肯定得吃好几顿 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啊 一次 真的太大了 你打算切片炒一个 还是怎么 凉拌也行哈 这个腿一个一个腿都能够炒一盘了 真是好大呀 大八爪切好了 后面做个酱炒 放你这个酱在里面特别的鲜 逛逛你在干嘛的 给爸爸锤背你想干什么 给我锤背 来吧 那么开心吗 给老奶奶吹吹吧 老奶奶笑的 轻一点 轻一点 老奶奶老了 嗯 给老奶奶表演一个舞蹈吧 快点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你在我 忘记了 后面忘记了 老奶奶出过了 这一大只都炖上了 哎呀 真的好大呀 抱着啃 放香菜吗 嗯 放香菜 嗯 还得炒菜吗 我再放香菜 哦 好嘞 等我学会一步 学会一步 吃吧 奶奶想吃饭 不好意思了 很棒 尝尝这个味儿怎么样 好鲜 这个肉很好吃 好鲜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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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尝 更好吃 好吃 看是肚子吃 吃了 看是肚子吃 看是肚子吃 好吃啊 看 看 好吃 有没有天赋好吃 好吃 真好吃 这都好鸡辣是不是 对 你要尝一个吗 你来吗尝尝 你要尝一个吗 这是你在视频上看那种特别大的大八爪鱼 奶奶也尝 拿一块姜 吃了一块姜 奶奶喜欢看你一口 真好吃 豆腐动鱼 这一块腿大了快 好吃吗 嗯 好吃 快吃了 这个你不要不重 你不吃 不要不要 不要不重 快 本筋头 哈哈哈哈 今天我要挑战用10块钱 买一些海鲜做一个豪华版的丰盛的海鲜主播面 走吧我们去看看能买到什么 10块钱能买到多少海鲜 都还想要 就都想要就10块钱 你给我搭配搭配 没要给我放一个两个的 可以啊 那么撑了 然后炸了 卡罗 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可以 可以啊 老板太好吃了 来 帮我搭配一下吧 不用太多了 就吃一顿 对对对 就不要给我小的了 少一点 两样多少一点就行了 有就行 卡罗给我两个小的就行 我也不太贪心 其实你也挺害心的 是吗 卡罗大吃一点 哈哈哈哈 两个 我给一个吧 换一个 撑了 别是给我手撑啊 哈哈 还给我撑了 这些多少钱啊 这些多少钱啊 这个有两个 上面这个 好不好 我带个大黄的 大个大黄的 选个大的吧 选个带黄的 我不要大的 会看不见它里面带不带黄啊 行吧 我就随便拿两个 来 吃饭品 谢谢老板 这些都是费类啊 样子很多 这些海鲜 我们已经买回家了啊 洗了一下 冷水下锅 先把它煮出来 这个海鲜啊 都煮熟了 然后我们现在炒一下这个泡面 我们挤锅少油 倒入这个西红柿 翻炒一下 西红柿炒出之后 我们加入水 我们锅开以后 把面块放进去 接下来放入调料包 都放进去啊 酱包也放进去 还有猪菜包 特别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都放点这个老干妈 真的超级的好吃 放到里面 这个色子就很诱人美美的 锅开了以后啊 我们把这些海鲜 摆放到里面 再烫一下 就倒进去了啊 哇 真的好香啊 这个泡面 再放入刚刚煎好的两个鸡蛋 哇塞 哇 太丰盛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享用了 还是心想吃这个面 先来一口啊 已经流口水了 超级的好吃 来一口这个大扇贝 扇贝挑的特别的好 很大个也没看到 哇 好吃 再浇点汤汁在上面 开吃了啊 我就不客气了 十块钱的海鲜 真的太丰盛了 吃泡面都可以很高级 比叫外卖强多了是不是 吃吧 汤真的超级好吃 吃这个莫亚罗啊 这个意思吧 这个海鲁啊一口一个做个麻辣小海鲜 特别的好 嗯 哇 胡提 好鲜美 还有一个 继续吃面条 吃这个 天蛋 一起吃特别的鲜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还有橙子跟这个蛤蜊 太鲜美了 吃这个东西啊 配个汽水 特别的对味啊 啊 今天咱们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了啊 最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 写在评论区 想看我吃什么 花多少钱做什么样的挑战 想看我吃什么样的海鲜 都可以的啊 我可以拍给大家看 再看 大家 谢谢大家